畫面中可以看到 救護車緊急到場 那麼一名男子是裸著上身 儘管意識清楚 但腹部還有背部都有受傷 這事發就在23號的深夜10點多 高雄城鎮一處民宅 原來這名45歲的中性男子 收走前是打電話要來找朋友 沒想到接電話的 竟然是另一名陌生男子 那麼中性男子疑似因為找不到人 當下是在電話裡面 和對方爆發口角爭執 而這名中性男子 竟然氣不過 憤而持刀前往理論 而對方同樣也持刀攻擊 過程中性男子遭到砍傷 才會被緊急救護代替一段稍後訪問 被害人前往現場 找兇嫌理論過程中 遭兇嫌持刀刺傷 經送醫急救 意識清楚無生命危險 好那麼據了解 這名45歲的中性男子 又找的是一名無性的屋主 那麼他是有毒品的前科 如今和砍傷人的陌生男子騎車逃逸了 警方也正積極查戲當中